老师若是不理解一样式,一般就有两种反应,要么就是甩手不管,善待自己的脑细胞,要么就是拒不合作,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老师本来想采取第二种方案的,将早饭吃一上午,但是因为时间有限,还得赶紧回军营安排谈判人选呢,不能在安居岛多坐停留。 因此,尽管齐木格在旁边不停地催促,老师还是决定好好地吃自己的饭,让齐木格唠叨去吧。 不过,老师很快地就理解了齐木格急躁的原因了,因为自己不吃饭的齐木格在催促完老师后,终于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道。 耶,待会儿,我能给大伙儿讲两句过。 齐木格倒不是孤名钓鱼之人,不过,一想到自己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修建连租屋的开拓者和改革者。 齐木格就没法平静下来了,昨夜整晚都在想着自己的发言稿,没准是会再入室册的东西。 齐木格可不敢掉以轻心呢,生怕后人真的给自己灌一个草包福尽的名号。 听了齐木格的要求,老师差点被周给呛到了。 就是为了讲两句话,你一大早就像催命似的,你那么喜欢在人前讲话,回复给奴才们讲去,给这帮气民们有什么好讲的。 齐木格善善地说道,这毕竟是拿了我私房钱出来的,所以总得,说是你私房钱就是你私房钱的,不就是这么一说吗? 你的私房钱还得给安安留着天智嫁妆呢?哪能用到这帮人身上啊? 齐木格不甘心地说道,可是虽然这么一说,但既然我背了这个名,总该讲两句吧? 老师盯着齐木格认真地看了两眼,慢慢地摇摇头,继续地喝着粥。 齐木格忙小声地说道,哎呀,不就是讲两句吗? 老师翻了个白眼,继续吃着自己的早饭,没有理齐木格。 老师吃饱了以后,才正色地对齐木格说道, 齐木格,这不是你能露脸的事。 齐木格不甘心了, 爷,要不我就跟在你的身后,我保证什么话都不说,乖乖地听你给他们讲话。 嘿,谁说也要见他们了,爷这一堆事呢,你还嫌爷不够忙啊。 老师说完,就走去前院上班了, 留下郁闷的齐木格,对着空气,发着脾气。 齐木格咬了咬牙,准备自己去接见民众去, 发表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说。 但是一想起老师郑重的眼神, 齐木格又没有那个胆子了, 万一真的惹毛了老师, 似乎就不大划算了。 就在齐木格纠结着是要扬名立万呢, 还是要维系家庭和睦的时候, 厨房送来了一盘点心, 说是老师交代的, 齐木格看了看桌上的冷饭菜, 再瞅了瞅貌似还不错的点心。 虽然这个天气啊, 吃点冷饭菜反而还凉快, 但是齐木格决定了, 还是不和老师这个勉强能算得上秤职的老公对着干了。 其实衙门外并没有排起来见不着尾巴的长龙, 毕竟算上老人孩子总共才一千多个人, 这个队伍能唱到哪儿去啊? 但是这些第一批移民的脸上个个都扬起了笑容, 原来天上真的掉馅饼啊。 今天官方的说法更加的完善了, 说是明年是太后七十三岁的寿臣, 民间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是道坎儿, 因此敦郡王福晋便一心想着为太后祈福。 昨儿见大伙儿住的地方, 为时破烂的不成样子了, 便决定拿出私房钱来, 修建居所, 一来让大家以及以后牵过来的人不必为房子发愁, 二来也希望能够为太后添寿。 接下来的细节就更让大伙儿高兴了, 修房子不仅管饭, 还给工钱, 而且房子修好了以后, 开头三年都不收租金。 大伙儿一边乐呵呵的到衙门处登记起自己所会的工种, 口中还不忘感谢秦木格, 当然顺便也祝福了太后一把。 衙门外一片的喜气洋洋, 衙门内老实的脸却冷得可以结霜了。 昨日怎么不说呀? 笑许小声地说道, 昨日王爷一心都在安居岛的策划上, 奴才不敢坏了王爷的性质。 老师一排桌子怒道, 轻重缓急你都分不清了吗? 天机会到底来了几个? 王徐连忙解释道, 眼下这个谢尔瓦可疑, 奴才已经派人盯着去了, 想来他也掀不起浪来, 其余的都是拖家带口的, 瞧着倒不像是反贼。 老师冷笑, 哼, 谁规定的反贼就不能拖家带口了? 这里毕竟不比吕宋水师驻地, 吕宋毕竟以前就有村庄, 各家各户都知根知底, 许多后迁去的人, 与吕宋早期华人移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且也很快地形成了不同的村落, 各村都推举了负责人, 就算有不法的分子, 但毕竟群众的基础在那儿了, 想干出什么坏事啊,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最重要的是, 军队就驻扎在那里, 傻子才会去鼓动反清复明呢。 可是安定岛就不同了, 这个岛上原先就没有汉人定居, 天地会完全是有可能搬一个分舵过来的, 届时老师说不定还傻傻乎乎地将他们视为亲政府的良民, 派他们去监视后来者。 更要命的是, 以后这个岛上都不可能驻扎大清水师, 就算康熙愿意, 老师也不敢啊, 朝廷军队若是想驻扎在这里, 老师想抗制不回朝, 那不是痴人说梦吗? 因此, 老师一听说发现了可疑人员, 就立即紧张了起来, 如临大敌。 传令下去, 这次更业来的兵丁全部都借首后院, 还有吩咐商船准备中午启航。 老师得防着天地会, 得了探子的消息后从南洋杀过来。 王徐听了老师的吩咐, 擦了擦额头的汗说道, 奴才太大意了, 请王爷责罚。 老师心中不由地叹了口气, 心想, 安个家怎么就那么难呢? 半晌儿老师才说道, 先不说这个馅儿吧了, 招募的这些牙医有没有可疑的呀? 安定岛上, 两千号桥庄的士兵, 都是老师从南洋汉人中招募的, 虽说经过了仔细的挑选, 但是没准会有间隙混入啊。 虽然老师当初也派了十名亲信, 来组建这支队伍的, 按说一个人管二十人, 若有什么异样, 应该是不难发现的。 但这毕竟是事关自己一家老小的安全, 老师不得不慎之又慎。 王徐盲说道, 没有发现异常。 老师点了点头, 按说没有发现异常是好事, 但是老师总是感觉到有了一丝的不安。 老师亦感觉到不妙, 也不管手头是否有真凭实据, 立即凭着感觉命令所有的人拿起武器, 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并重新派了十人去接管安居岛上的两千名招募军。 自然, 码头上的岗哨也被细数地换了下来, 还下令所有上岛人员, 不论是军民一律不得出海。 出海打鱼返航的渔船们全部离船, 在岸边沙滩上集合, 围者格杀无论。 而原本在后院歇息的齐木阁, 也被老师招到了自己身旁坐着了。 人手原本就是有限的, 如今又分配了一些出去执行任务, 老师对后院的保安力量很是不放心, 只好将齐木阁带在身边了, 老师可不想分心呢。 齐木阁乍一听, 还骤然地紧张了一下, 不过转眼一想, 老师可是活到乾隆时代的, 随后安心下来了。 不过齐木阁突然想了起来, 老师倒不是短命的, 但是自己这个福建到底活了多久啊? 不会就这么挂在这个岛上吧? 素来贪生怕死的齐木阁, 便开始为自己的命运 操起了闲心来了。 琢磨着, 与其被杀还不如被俘呢? 可是女俘虏的命运 好像也强不到哪里去啊。 齐木阁坐在那里, 骗马行空地, 胡乱地猜想了起来。 老师虽然是一脸镇定地, 继续听着王曲的汇报工作, 听完汇报工作后, 老师还有条不紊地交代起了 安居岛的五年规划, 十分的淡定, 言谈举止不仅没有一丝的急躁, 反而特别的绅士。 后世有句话说得好, 绅士就是非常有耐心的狼。 老师这匹狼不仅有耐心, 还嗅觉很敏锐。 直到傍晚时分, 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不仅王徐, 就是齐木阁都觉得, 老师啊, 怕是有了强迫迫害症了。 但是老师依旧神色如常, 继续吩咐加强戒备, 警方歹人趁夜登岛。 就在王徐转身出门去传令的时候, 老师又叫道, 命人去检查海船, 边边角角都给爷仔细地查看, 运上船的清水要吃屎, 也不能放过。 等王徐退下之后, 齐木阁轻声地问道, 爷, 你这样会不会有些小题大做了? 老师一脸轻松地说道, 哼, 小心使得万年船嘛。 爷, 若是天地会真的得到了消息, 那咱们在岛上多待一刻, 不就多一份危险吗? 干嘛不干脆上船走人吗? 虽然跟爷出来的是水病, 但咱们坐的是商船, 上面的大炮啊, 也就是做个样子, 吓唬吓唬小海盗的, 若是真是遇到了天地会, 咱们呀可占不了便宜。 老师还有句话没有说, 那就是别看他在前山寨和吕宋待了好几年, 遇到再大的海浪也不会晕船, 但是他却没有经历过海战, 一想到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厮杀, 老师便没有了什么底气, 于是老师自然将阵地选在了自己所擅长的陆地。 老师虽然说没有指挥过什么战役, 但是好歹也和西班牙人展开过阵地的攻守战, 多少是有点惊艳的。 齐母阁也怕海, 但又担心老师弄巧成拙。 爷,咱们耽搁在这里, 本来天地会不知道的, 没准也会知道了呢。 老师肯定地说, 天地会定然已经知晓了。 见齐母阁望着他, 老师坚定地说, 爷断然不会看错的。 齐母阁点点头, 眼下除了信任老师还能怎样呢? 想了想, 齐母阁便问道, 爷, 若是我被歹人给扶了去, 嘿, 你胡说什么呢你? 齐母阁缩了缩脖子, 依旧不怕死地, 小声问道, 我是该要说做尽呢, 还是苟且偷生啊? 老师瞪了齐母阁一眼, 你少操那份闲戏, 有爷在呢, 还能叫你被扶了去啊? 齐母阁正在一盏笑颜呢, 不想老师接下来又说道, 那也就先结果了你吧。 齐母阁白了脸, 生气地看着老师, 不想, 老师却扬声叫了一名亲兵过来, 继续交代各种注意事项, 不一会儿, 王徐穿搭完任务之后, 也继续地听着老师最新的指令, 在心里给老师狠狠地记上了一笔。 大约是过了半个时辰, 一个士兵匆匆地跑了过来说道, 禀王爷, 上船的清水被人下了药, 张左领请王爷试下。 俗话说, 三代造就了一贵族, 从诺尔哈赤算起, 老师的爷爷便勉强地混成了贵族, 到了老师这一辈, 爱心觉罗的贵族身份, 在大清基本上是没人敢质疑的了。 但是, 进化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隔代遗传基因发挥了强大的功能。 老师的祖祖祖爷爷, 游牧民族的基因眷顾了老师, 这让原本该举手投足间都有一副天然贵族气派的老师, 时不时地带着那么一股子的野性。 在礼仪健全的北京城, 显得有些草莽的老师, 显然是被自己的老祖宗给祸害了。 但凡事都有师有得呀, 老师天生的警觉度, 却能在性命攸关的时刻, 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当然了, 美中不足的就是让人平白少了诸多的冒险的乐趣。 老师此时可没有那闲情意志, 后悔失去了冒险的机会。 听了手下的汇报, 老师原本就黏黏糊糊的后背, 不由地再次出了一身的冷汗。 看来呀, 天地会确实想在海上动手了。 老师微微地眯着眼睛说道, 将岛上的汉人全部给野赶到码头上去, 那二百名招募军也给我叫过来到码头上集合。 听得齐木格心头一惊, 寻思着该怎么找个机会劝劝老师别对平民百姓下手。 但老师则完全不给齐木格机会, 起身就走, 当然也不忘带上齐木格。 到了码头, 阴着脸的老师先听张作霖简单地汇报了一下, 说道, 将被下游的清水抬下船, 放在码头上。 不一会儿, 茅草棚里的居民和沙滩上拘留的打鱼狼便汇集在一起了。 清兵手中举着火把, 映着他们一张张惊慌的脸, 让人看得越发的凄凉。 二百名的招募军看着眼前的景象, 也是一个个儿的有些不知所措。 老师贴清着一张脸, 在人群面前站定, 冷冷地说道, 知道也为什么将你们叫到这儿来吗? 众人们纷纷地跪了下去, 七嘴八舍地告扰。 招募冰则还笔挺地站着, 军人们任何时候都得有几份的骨气。 老师指了指水桶, 这是在船上背的清水, 刚才发现被人下了药了。 听着众人的惊呼声, 老师冷冷地一笑说道, 来呀, 将那条狗给抬上来。 这狗虽然没有死, 只是浑身酸软地摊在了地上, 格外的臭。 老师指着狗说道, 爷为了你们这帮的器皿, 离了繁华的京师, 跑到荒岛与洋人对视, 你们是怎么汇报爷的? 给爷下拔斗, 真是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 老师的话刚一翻一完, 一时间码头上便响起了一片的喊冤声, 和此起彼伏的磕头声。 老师不为所动, 继续地声色俱厉地说道, 也知道南洋流民中有天地会的逆贼, 可是念你们生活艰辛, 也只能睁着眼闭着眼, 只是想着你们但凡有一丝感恩的心, 怎么也会投案其名, 合着你们就是这么感恩的吗? 老师冷冷地说, 天地会的总舵就在南洋, 想必分舵也不少, 他们除了天地叫你们反清复明, 管你们什么了? 你们被土著人打, 被洋人杀的时候, 他们在哪儿啊? 瞧瞧你们, 一多半的人头发都给剃了, 合着我大清剃发就是鸭子, 你们的头发全剪了, 那是什么呀? 秦寿? 爷才刚到吕宋, 当地的汉人就给爷诉苦, 说洋人逼他们剃发, 信洋教, 连祖宗牌位都不能摆, 爷爷念着大伙不容易, 念在大家华下同宗, 这才给朝廷上了折子, 请朝廷认了你们这帮器民, 你们就用了这擦了八豆的水, 来报答爷吗? 下面一人用绕口的官话叫道, 王爷呀, 我们愿望, 真不是我们做的呀, 老师冷笑道, 哼, 你们冤枉, 爷才冤呢, 不过爷告诉你们, 我爱心觉罗硬鹅, 从来不是个吃亏的主, 今儿你们不把天地会的探子给爷找出来, 也就全叫你们杀了, 吕宋所有的汉人全一个不留, 爷还会奏请朝廷, 名誉南阳诸国, 而等器民任由他们处置, 我大清盖不插手, 说完, 老师又盯着二百人的招武兵, 你们这里边谁是探子,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你们这帮不支持的东西, 纵有着汉人反清复明, 却任由着汉人受土著人和洋人的欺凌, 心真的让狗给吃了吗? 你们想当反贼, 好啊, 哪天有本事能护着南洋流敏, 再来和爷说道, 老师顿了顿, 也没有时间和你们费功夫, 爷数十个数, 谁是探子, 谁下的药自己站出来, 爷既往不咎, 若是被人检举出来, 爷就拿你的脑袋记齐, 不过, 这岛该怎么建, 还得怎么建, 附近私房钱的银子, 一分钱也不会短了你们, 洋人和土著胆敢前来骚扰, 我大清水师也不是吃素的。 老师顿了顿, 又厉声地说道, 若是有没人承认, 没人检举, 老师哼了一声, 脸色在火把下分外的猙獰, 你们中间的冤死鬼, 就到阎王处去深渊去吧。